深入獄 加入獄 你好 好那 這是我們上次所出的新題 那看到目前為止 我只看到1個人 其他交上來的版本 他還有部分的 第一題 第二題有些人請對 那全部對的大概是有些人 那我們今天先來給各位證明這幾個 這個幾個 定理 所以證明的叫定理 那一開始的那些法則叫公理 我們上次講過公理是 公理不是自在人性 公理是一個設計出來的東西 那個設計出來的規則 到底要放什麼進去可以自行決定 OK 那但是呢 你所有的定理都必須根據這個公理來推入出來 那所有的定理 如果所有的定理根據公理 這個公理來推入出來其實還有一點出漏 出漏的原因是 一個理論它通常會基於另外一個理論 所以 只靠這三條其實是不夠的 因為 機率是建構在集合論上面 所以 集合論上面的公理還有 集合論上面證明的定理都可以用 OK 那各位在 我們這幾條證明裡面可能會用到像 集合論裡面的文式 那那個文式圖其實那些定理都能證明的 所以那些我們都可以拿來用 所以只要是集合論裡面的 我們這邊不用再證明一次 但是如果不是集合論 又不是這三條公理之內的 告訴各位在這個證明底下也是不能用的 OK 所以這裡有一個非常嚴格的狀況就是 數學是什麼 數學是建構在已知的一些規則上 所做出來的一些演算 那這些演算可以導致 你後面更多的 結果結果產生 這些結果可能是硬 也有可能是 投走也算法整 之類的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證明的是 P-O-P-O-P-O-G-E-H-O-A 但是這三條裡面有沒有任何一條 是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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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H-O-A 如果有的話我們就不用證 對不對 但事實上沒有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可以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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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應該用哪一條呢 我可以想一想 空極盒跟S就是要本空間 要本空間就是全部的 OK 如果我們把空極盒 就等於說 全部減掉要本空間 那就是空極盒了嘛 所以根據這個關係 我們可以猜測說 那我可能可以用第一條 我猜測我可能可以用第一條 我猜測我可能可以用第一條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如果我今天呢 看P-O-S等於1 那P-O-S連擊空極盒呢 應該是誰 P-O-S連擊空極盒 S連擊空極盒是什麼 我現在不是說P-O-S連擊空極盒 我現在不是說P-O-S連擊空極盒 不是說這裡 裡面這個是什麼 S 是S嗎 這是集合論裡面告訴我們 所以集合論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S 對不對 集合論告訴我們 可以 我說它就等於P-S 這完全是根據集合論 來分證的 其中沒有加任何其他東西 只是加了一個P 但是P-O-S等於P-O-S 這是符號上面必然的真理 OK 所以P-O-S連擊空極盒等於P-O-S 這是確定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怎麼證明 P-O-S等於P-O-S等於P-O-S 這一個等於P-O-S等於P-O-S s 加 p of s 加p of 空極合 因為 s 他說只要 a 和 b 的交集是空極合 但是 s 跟空極合的交集還是空極合 所以代表說我可以利用第三條把它拆開 所以這個是空極三 這一條是所以可以寫成這樣是機能論 有沒有哪裡你覺得 那個推論有沒有任何一點點 你覺得 你不確定不能這樣推論 任何一點點你覺得有問題 你說明的不夠清楚 知道嗎 如果沒有的話 所以這個根據空極三 這一個等於他 他又等於他 沒錯啦 所以根據空極三 這兩個相等 根據空極三再根據集合 這兩個是相等的吧 既然這兩個相等 就簡單啦 那這一條代表什麼 p of s 加p of 空極合 p of s 那只要把兩個p of s 消掉 就知道p of 空極合 但是我現在這樣是用講的對不對 我用講的 那我覺得我們必須要給他一個更嚴格的東西 更嚴格的東西 就是當你寫正名的時候 你不可能像我這樣寫 如果你像我這樣寫 不只你看不懂 你交上來我也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當你寫正名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寫 我們來試一看 當你寫正名的時候 ok 正名 先下寫 1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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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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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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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但是如果我今天呢 是要做一個長久的定義 我可以給他一個特殊的名字 像譬如說什麼什麼定義 什麼什麼縮寫什麼什麼符號這樣子 未來就可以用 那各位所看到的像積分為分 那些符號其實本來是沒有的 那後來應該還做一個定義 所以就用了 好 那根據這個第一條呢 我們可以來看第二條 第二條呢 我就可以套三的 B A 減掉A 交集B 然後呢 連集B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其實這個你叫做C好了 你叫做C 那 比如說 B of C 連集B其實就等 B of C 加C of B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沒有分析第三條 因為它兩個沒有交集 兩個交集是空集 所以 它就等於 B of A 減掉A 加C o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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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f A 減掉A 加C of B 加C of B 改成加了 因為 因為套這個第三條 所以會把兩個拆開 融解這種加號代表 好 這樣子就 做完了 第二步 再來第二步 好 現在又來了一個問題 問題在於 這個到底等於什麼 如果這個等於的結果 我們可以算出來 應該答案就出來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到底 等於什麼 等於C 但是我不知道C是什麼 因為C的這個符號而已 對不對 那它沒有意義 好 看 第三條 D of A 減掉A 交集B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講的C 但是C本身並沒有 特別的意義存在 但是我們知道它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呢 來 這一塊如果 我跟它 再做連結 A 交集B 這樣就是什麼 來 這個不硬還不要加提爾 根據集合論 這個是什麼 A減掉A 交集B 然後再連結A交集B 是什麼 根據集合論 說 A這一塊碼 減掉這一個碼 又再加加號去碼 那最後還是A 對不對 所以 A 這 在我們機率裡面 就不用證明了 因為集合論裡面 真的是肯定 對不對 所以就不用再證明了 那 根據這樣子呢 就一個有趣的地方 第四條 我必須把文字圖插掉 把文字圖插在這裡 好 那根據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 A減掉A 減掉A 交集B 然後呢 A減掉A 加上A交集B 等於B 等於B 這一步有點 有點大 我應該再把它拆成兩步 對不對 為什麼說會有點大呢 其實也不 還是確定有 有大的一點 所以 既然有點大 我把它拆成兩步 連結 OK嗎 在括號 可能有人會頭昏 對不對 因為在上面是這樣嘛 那我只是 在外面都加一個P 那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問題是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 就等於 A 然後呢 減掉A 交集B 加上 A 交集B 所以 這是第五步 第五步 那我這樣寫只是方便 如果你真的要寫的話 你應該把這個抄下來 然後這個寫在後面 但是這樣寫 因為我會蠻寫不下 所以呢 為了方便期間 所以剛這個等於這個的時候 然後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這個 特別是這個 然後這個 這邊 一樣把上面抄下來 就這樣 這邊等於這裡 這邊等於這裡 那你有沒有看到 什麼結果 我們要的是哪一個 我們要的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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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這裡 就是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才做了一道揮吧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是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我們才做了一道揮 D of a 減掉 a 交集 b 等於D of a 減掉 b 減掉 b of a 交集 b 對吧 因為我只不過把這個移向過去 這個不動 這個移向過去 減掉 OK嗎 好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答案了 D of a 減掉 a 交集 b 這個p of a 減掉 b 減掉 b of a 交集 b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答案了 把它寫回去 代入 代入哪裡 代入2 所以結果是什麼呢 代入2 這裡就變成 p of a 減掉 b 減掉 b of a 減掉 b of a 減掉 b of a 交集 b 加分5d 加分5d 這樣 看出來嗎 看出來嗎 看出來 好 那這一塊是什麼 這一塊 裡面是什麼 減掉 a 交集 b 連集 b 其實就是連集 b 這個就是連集 b 所以這個就是 a 連集 b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 這裡 b of a 連集 b 等於這個 請注意喔 我這邊有等於 好多個等於 因為我寫不下了 不知道在做 比如說 b of a 連集 b 等於 b of a 減掉 b of a 交集 b 再加 b of b 得到答案了 因為我們要證明的 不就是這個 只是把這兩個 轉過來而已 看得到嗎 所以我們 這個 雖然比較長 但是 它還是經過了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 只利用 方理 還有 已經證明的定理 來做 而且沒有跳步 而且沒有跳步 沒有跳步 那 我比較 不能說完全沒有跳步的地方 是連排寫不下 所以 我等於 寫得比較亂 主要是在這裡 OK 所以 絕對可以用非常量嚴格的方法 來做這種證明 那 但是這種證明 你需不需要每次都做 每次都做LACE 對不對 所以 當 怎麼講 有時候我們 我們會做 特意做這樣的訓練 但是 這是一種訓練 那 每次都做 其實你對於 你已經非常有保惡的東西 就不用每次都在做了 那 這只是一個訓練 但是這個訓練非常重要 他告訴各位的 各位 數學是什麼 數學 是一種很嚴格的東西 一種非常嚴格的推論程序 那這種 這種推論程序 嚴格到 基本上他可以計算 什麼叫做演算法 演算法就是 一種計算法 那我們念電腦的人 通常 最擅長的就是 這種計算方法 但是 你從 這一種計算方法裡面 你有看到 任何的 就是 真正我們小學用的那種計算嗎 譬如說 300加500 我們沒有看到這種 對不對 那我們沒有看到 那我們看到的是 另外一種計算 這種計算 不斷的利用等號做賽塊 然後最後得到一種結果 這種計算我們稱為證明 所以證明是什麼 一種計算 這種計算 往往是用某種帶換形式 然後一步一步的帶過去 所得到的東西 叫證明 那這裡牽涉到 未來我們考試的時候 一樣的 你寫出來的東西 哪一步有跳 就扣分了 所以 即使這麼簡單的證明 也不可能太懂 但是我如果要你 我沒有要你嚴格證明 我只說請證明什麼 那這時候 你跳幾步 我可能不會扣分 只要我 我認為那是在 合理的 合理的定理範圍 或合理的 代換範圍 我們不會扣分 所以 請你在考試的時候 如果我特別寫嚴格證明 你必須要這樣做 OK嗎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